izuk 我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政府立即棲入調查、阻止違法媒體的併購 首先要指數下方三點 第一點就是 這個重要的股東之一蔡雨菲先生 她所擁有的旺中集團 在併購中家案之後 她在無線電視 衛星電視 跟新聞頻道的市佔率 都大概已經有20% 她的有線電視市場的佔有率 已經將近30% 她的報紙跟新聞網站 也都達到了12% 是當前台灣 已經是最大的跨媒體 這個集團 那已經遭到相關的業者 對於不公平競爭手段的抗議 同時呢 這個 這個她 這個 包括伊電視 包括這個 深深 包括東山百貨 東山購物台等等 都不斷的抗議 那麼她現在又要繼續的擴大 入主一傳媒集團 盡力不擁有 讀者市佔率達到1%的蘋果日報 跟伊電視的其他多個電視頻道 那麼這可能已經造成了 違法公平法 以及廣電三法裡面 相關的反壟斷 以及這個 維護這個市場多元 跟媒體公平競爭的這個公平原則 一個負責任的主管機關 例如金管會 他是可以在重大事件發生時 即刻約談行為人 對其提出預警 並當面告知重要的反制規範 但是 一個不負責任的主管機關 例如公平會 他就會這樣退托 他的發言人說 如果到了申報門檻 那麼申報的時候 公平會就會介入 至於更不負責任的主管機關 是項NCC 他就會極力卸責 NCC的諸位 有不負責任 有權力平清跟限制 從媒體集團過大的話 將威脅我們的 市場的自由競爭 結論的多元 進而影響到消費者的權益 還有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我們希望這個 這個政府要介入來關制 所以首先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旺東集團 併供一傳媒集團之後 到底他有多大 我說他是巨如霸的怪獸 騙子的交易 他也是一個暗黑的交易 我這個騙子是 林志茵跟胡仲亮 都說沒有蔡遠玲 但是實際上有蔡遠玲 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整個交易的不透明 整個交易的過程當中 員工被蒙在鼓裡 這些都是對員工 對這個社會 是一種不公平 也是一個不正當的做法 我們的通訊傳統管理委員會 希望我們的公平交易委員會 不要再用推諾色澤的一個態度 要積極認識 這個國家機器 如果沒有一些 比較積極認識的一個人 去扛這個事情 去把這個事情去執行的話 未來整個社會 整個生產經濟事業 都會陷入一個比較 壞的一個循環 這種沒有誠信的人 在經營媒體 是讓人家擔憂的 因為媒體最重要是誠信 可是沒有誠信的人經營媒體 我們對這樣的媒體 又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是怎樣去對付 批評他們的人 大家都提到的是蔡英明 或者是提到顧重量 但是我必須要特別指出 王文淵先生 所擁有的台塑集團 去控告莊秉潔教授 控告批評台塑的人 那這樣的一個 去對言論自由傷害的經營者 他如何去維護媒體的言論自由 維護媒體的專業自主 這是讓人家非常疏忽的 NCC公平會金管會 應該要立即來 這個深入調查 那如果有違反法令的情形的時候 應該要這個當機立斷 這個拿出你們的肩膀來 這個 抗拒財團的壓力 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主管機關 所謂的促進產業發展 並不是順著財團的氣 那個低狂出氣 11月17號 若他真的簽下去了 若他這個交易案真的簽成功了 那這等於是對9月1號的 整個反民運勇斷的 加油行 最嚴重的諷刺 最嚴厲的諷刺 然後他也是等於是打了 全台灣人民的一個額外 不管是蔡英明先生 或是其他的這樣的一個 媒體資方進來之後 往往對於我們的新聞自主 會發生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說 一定要透過制度的方式 來保障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權 當然第一個 首先我們認為說 在過去 壹傳媒新舊資方都已經 承諾說不裁員的狀況下面 他們還是進行了裁員 那特別是伊甸市這邊的一個裁員 要馬上回復他們的工作權 那第二點是 我們認為對於員工這邊自主發出的 要求簽訂團體協約 要求編輯部自主 要有編輯部公約這樣的一個 呼籲 舊資方 李志英先生 還有 江陸主的新資方 應該都要馬上來做這樣的一個 勞資的一個協商 並且承諾願意 讓編輯部自主 敢違法並購 要專業自主 要專業自主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先不客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